好 第38集的 辛亥百年華滄桑 又開始了 今天又少了位 麥先生 我們麥議員 應該在人民力量那裏 跟我們眾候選人 那些 人民力量的候選人 跟他們講解一下 怎樣去填補競選開支 就是選候市 是的 因為 你知道香港的選舉條例 是很嚴重的 我們恐怕 我們的 老友記 一個不小心填補了一毛錢 就又 發望了 洗幾筆東西 去呈請聲明 接著又搞這搞路 所以 最好就是選得 那個布田也好一點 清晰一點 清楚 那麥議員 也選了這麼多屆 他對田這些肯定很有經驗 希望將這些經驗 給我們的年輕人 填補的時候 小心一點 不要 漏 或者填錯 漏填錯呢 都犯法的 所以 我們特意開一個這樣的 綁集班 給年輕人 知道怎樣填補這些競選開支 應該他現在趕來了 我們都不等他了 因為 要準時開咪 好了 今天我想談談 這個香港中山學會 為了紀念這個 辛亥革命建國一百年 就跟這個八達通公司 就申請了製作了兩款 這個八達通卡 稍後我們都找這個 阿杜博和我們補一補 那張卡 有個相片看到的 有相片 一張就是成人卡 一張就是獎者卡 那張卡的製作成本 就一百元一張 但裏面就沒有任何 儲值 沒有任何面額的 如果需要 如果你純粹拿來留念 那就不需要充值 你說我又想拿來用的 那就麻煩去這個地鐵站 辦一辦充值的手續 這張卡都製作很漂亮的 我也看過 那張卡就一百元 就是外人買一百元 他說內部的會員 就五十元 不足之數 就由終身學會 就他們自己去籌操 那些餘額 一會兒我們都可以看看 那兩張卡的設計 都幾精美的 其實都可以 收藏也好 用也好 都很有紀念價值的 那好吧 那跟著就是 另外又是中山學會的 那些老友傳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又 在明年 就這樣說 如果是有這個 中華民國國籍的 又有這個投票權的 就是在中華民國 不是在香港 可以回去這個 明年的 191 不是 2012年的1月14日 然後呢 去台灣投票 就是投 不知道投誰 那我們現在心目中 當然要投馬英九 就是各自各自 自己心目中的人選 那麼就 中山學會 就為這些 回到台灣投票的朋友 就 航空公司 談了一個優惠價 一千六百元 就包了所有的 費用 包括什麼 保安費啊 什麼機場稅啊 什麼 什麼 燃料附加費啊 等等都包了 那麼 一個禮拜之內有效 那麼 就是說你 幾時出發 那麼就那個禮拜之內 你又要回來 否則那個 你可能要保票 那麼 那麼 中山學會 陳志望 會長呢 都說 希望和 防空公司 還可以再爭取 更加 低的 票價 就是 一千六元呢 是暫時現在的 得到價錢 他希望去到一千四元 一千四元 好划喔 防空公司真的沒有肉吃 哈哈 好了 大家需要 譬如這個 八達通卡 或者 這個 去台灣投票的朋友 現在呢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那這個電話呢 那這個電話呢 咦 那個電話呢 2395 2395 1238 找一下 五小姐 2395 1238 找一下 五小姐 那麼 跟她接客一下 那麼 那麼 買那張 地鐵紀念票 還有這個 買這個 機票 那這個機票 就 可以 就是 因為你留下名字 那麼第一 他都要查核 你是不是真的 投資格 是不是 你買一張 千六元的機票 跑去玩 一個禮拜 就是笨 所以 都要有些 身份上的查 現在鏡頭上面 螢幕上 看到那個 是八達通的 sample 這個精彩一百 八達通的一個 這張 不知道是長者 因為是成人 我也不知道 挺漂亮 其實是誰設計的 成人 這張是成人 不知道是誰設計 但是他經過八達通公司 方面的核准 不是自己隨便拿一張卡 印債 就當是 這張是八達公司 批准了出版的 所以 這一張就是 應該是 獎者卡 獎者的八達通卡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向中山豪會 方面接合 好 另外一樣 就是 麥先生來 應該是麥先生說的 麥先生未來 我先說 先說 又在說選舉 明年1月14日 有一個選舉 麥先生會組織一個 社會人士參政官選團 就會去台灣看選舉 我知道 人民力量和前線 都打算組織 有三 就是每一個 剛才我說的三個組織 每一個組織都有三十個名額 至於怎樣公開報名 其他兩個組織 不是很清楚 人民力量和前線 他們怎樣去招收 那些團員 麥先生那裡 都是有興趣 在社會上 參政人士為主 總不是說 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又想去旅行 我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什麼旅行的 沒有什麼景點 沒有什麼機會 給你玩 當然一定有 幾天就去看選舉 就悶到 但是 主要當然一定不是觀光 是吧 就是會去 國民黨的競選中部 或者民進黨的競選中部 如果是 宋楚瑜有參選的話 去到宋楚瑜的競選中部 親民黨那個 是的 就 譬如 去一些造勢大會 造勢大會是非常刺激 如果民進黨和國民黨 一吹雞 分分鐘是幾十萬人 放在一個地方裡面 大家同一時歡呼 高叫 那種興奮 那種感染 是很精彩的 所以 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 當然 我們都要 都要核實的身份 看你的樣子 我們都知道你不是 都不是想去參選 我只想坐一乘飛機 最多我跟你胡混幾天 大佬 我起碼有些景點走一走 那就不要來了 那我們都要核實一下一些 身份 或者一些簡單的 訪談一下 是不是 看你的意願又多高 因為 名額實在是有限 我今天和麥先生都談過 他說 大概是三千九元 四天三夜 這個價錢 你說算不算低呢 我又不知道 但是 這些行程 大家參加旅行團 一定看不到 所以 大家都可以 有興趣的話 不妨嘗試一下 聯絡一下我們 另外 11月24號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 一百 今年 今年是 一百一十七周年的紀念 香港的中國國民黨的 路友記 都會在這個倫敦大酒樓的五樓 延開大概四十席左右 是吧 我昨天都參與一下一些會議 知道 票應該是大部分應該全埋了 但是可能有些團體拿了票 可能賣了三圍 每一圍可能有 一兩個位置剩下 變成那些兩個位置 可能會拿回大會 就在那個 接待署那裏 幫他賣賣的 所以應該是有些 這些票賣 如果 各位 聽眾觀眾也好 有興趣的話 就 11月24號 到這個倫敦 樓 大概 晚上 我估計六點到七點到 看看有沒有票 有票的話 就可以賣的 一百六十一位 那晚 除了中國國民黨的黨慶之外 也是 馬英九後援會的 一個 動員大會 就是有些儀式的 有些壽旗 我聽聞 國民黨方面都派了個 派了一位 這個副秘書長來 就是和大家做一切 有些壽旗 就是香港的 國民黨黨員 就是怎樣去歡呼 怎樣去支持馬英九 就是那天都會有一些 一些場合 就是大家想 參加這些活動 都希望 11月24號 晚上六點零七點鐘 上這個倫敦大酒樓 五樓 就應該有些票賣的 但是我都不擔保 你知道名額有限 售完就即止 都是那句 所以請大家留意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進入了這個 抗戰勝利 白費是代舉 但是就 樹肉正時 風不適 日本真的打走了 但是內戰 一觸即反 其實都一直在打 怎麼搞好呢 好像又搞了一個重慶會談 錢興 什麼叫重慶會談 為什麼會在重慶呢 重慶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都提到的 就是在抗戰時期 重慶就是陪刀 而同一時間 在中共的陝北地方 也都有一個他們的據點 就是延安 重慶就在西邊 延安就在西北邊 大家都因為抗日的根據地 因為抗日這件事 而走去那裡 好了 去到抗日成功之後 大家就要走在一起 去談些事 當然 如果是在歷史上 8月28日 毛澤東抵達重慶開始計 一直到10月10日 大家都知道 1945年10月10日 雙方就聯合公佈了 這個所謂 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 會談幾要 這個就是簡稱為 雙拾協定的一個事件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重慶會談 是一個過程 雙拾協定是一個結果 是的 沒錯 那個時段 當然這個過程 最後都是大家撕爛的 但是如果簡單去區分 就是重慶會談 和雙拾協定 其實是一樣東西 因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重慶會談 好像是重慶會談 雙拾協定 以為是雙拾協定 其實重慶會談 是會談之後 就產生了一件 叫做雙拾協定 結果就是雙拾協定 沒錯 在這個情況 我們會很興趣地問一下 為何毛澤東和蔣介石 會在德權之後 第一次 也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的見面呢 什麼問題是促成他們去談呢 這就自然 和投降之後的一個問題 就是受降的問題 而引發起來 那當時日本一宣佈投降 蔣介石就落到命令 就是當地駐軍 就不要動 就是我們國軍 才可以接受當地的航軍的 一些受降儀式 譬如接收他們的軍火 如何安排他們的戰夫 中共的不可以動 等我們國軍來到才可以動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問題 於是在解放區裏面 中共呢 這條腿很不順 我已經是佔領了這個地方 在這個佔領區裏面 即在解放區裏面的 國軍 那些偽軍和日軍 為什麼要等國軍來才投降 才可以受降呢 這樣呢 這個引起當時呢 中國共產黨的不滿 而因為這件事呢 朱德呢 也曾經是寫過一封信 就給蔣介石的 那大家留意 當時所謂的受降呢 就是要給武器 還有呢 是要接受呢 是他那些人的那個 整編的 那所以呢 原則上呢 如果是國軍 接受受降的話呢 那些武器就落在國軍裏了 如果在中共的解放區裏面的話呢 如果那個受降呢 是受給呢 這個 百路軍 或者是新四軍的話呢 那些武器呢 就會落入 百路軍 或者是新四軍那裏 那所以 利益有關的關係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大家呢 就有一個呢 是矛盾在這裏了 那當然啦 就是 暫在中華 就是國民政府的立場 喂 你那些八路軍 你那些新四軍 呃 你雖然是 說都是叫國民政府軍 但是你不是 你不聽命令的嘛 對不對 就是 你拿了那些武器 那你到時動回我 就很麻煩 所以就是 一道命令下去 就是所有 就是當地的駐軍 不得煽動 是 但是當時呢 也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大家呢 在抗日的後期呢 其實都已經是 就是 蠢蠢欲動 都已經在拿著工具了 那甚至呢 在四五年的七月呢 國軍呢 也都開始 調動部隊 就向這個呢 在這個 山西地方的 共產黨的軍隊呢 進行這個呢 是圍剿的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出現了一個呢 是 衝突 要解決 而背後推動 毛澤東和蔣介石 要去和談的呢 是直接面對面和談 那些力量呢 就是兩個人背後的 所謂外國勢力 主子 蔣介石的呢 就是美國啦 而另一方面呢 毛澤東的呢 就是蘇聯 但是呢 這兩個的人物呢 在當時來說呢 在和談 和國際地位上呢 是有很顯著的分別的 蔣介石 當時來說 因為授了美國 很多的錢 同樣地 所謂授錢 就是援助 美援 那麼呢 也都呢 美國的杜魯門呢 也都在九月十四號 發表了一個呢 聲援蔣介石的聲明 那就全力支持蔣介石 在中國的領導 所以呢 蔣介石 就希望呢 藉著這個威勢呢 就在 談判上 壓住共產黨 而同時間呢 就利用這個 接收的這個機會呢 是將自己的軍隊呢 是調動 部署 準備呢 是圍召這個呢 是 共產黨的軍隊 當然啦 蔣介石也要照顧 美國 人民的感情 為什麼呢 因為 杜魯門呢 就很受到美國人民的選票的 意向所影響的 因此呢 蔣介石也知道 美國人呢 就想和平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呢 就同意地 邀請毛澤東呢 去這個重慶呢 直接談判 那 事實上 蔣介石是 發了三道邀請的 第一道邀請 給毛澤東 那毛澤東 怎樣回覆呢 毛澤東不想去的 所以呢 毛澤東第一個回電就是說 蔣介石如果要和我談呢 先要回覆 朱德 先前給你 給蔣介石的那個要求 即是說 在解放區裏面呢 受行的人員呢 應該是包括了中共的軍隊 這件事呢 就令到蔣介石呢 當然呢 就不答應了 好了 那 過了幾天之後呢 蔣介石呢 又發封呢 邀請信 就給呢 毛澤東 哦 當時毛澤東呢 也都不是很想去 但是呢 就不知道怎樣推 於是呢 就說了 我們呢 都知道呢 你啊 蔣先生的誠意 不過呢 我們就開了會 商量了之後 然後再談啦 那 好了 第三個會電 再來的時候呢 再第三個邀請 鹹呢 來到的時候呢 那呢 毛澤東知道 咦 不是很想的 都要回覆他了 在同一時間 那蘇聯的領導人 斯太林呢 就給了一個 電報 給毛澤東 那就狠切 要求毛澤東呢 是 出席這個 重慶 這個的談判 那 並且呢 他講到 蘇聯呢 希望呢 中國呢 是要和平 不要再打內戰了 斯太林說 如果再打的話呢 中華民族呢 就必定呢 是會滅亡的 那說話來講呢 都挺有壓力的 他還說呢 就是 全中國的人呢 都希望 中國可以停止內戰 就是大家去 在一個 有好氣氛之下 去談判 那如果 毛澤東來不去呢 那就是說呢 將來 有什麼後果呢 就把你撞了 那毛澤東想想想 也是 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先詳細解釋 是什麼 合作關係 好了 那在8月28日呢 那毛澤東呢 就是 和周恩來 和王若飛呢 就由 美國的駐華大使 在赫爾利呢 陪同之下 就坐飛機 由延安 飛到重慶 那就開始了 這個呢 是重慶談判 這個重慶會談 那毛澤東去到 重慶之後呢 就入住那裡呢 就是張志忠的官邸 即是叫桂園 這個地方呢 後來成為一個 很著名的地方 好了 毛澤東去到之後呢 那當然呢 就會受到 很多人的 接待 那連毛澤東也都知道 這一次的 行程呢 是十分之艱鉅 那所以呢 共產黨呢 聰明就聰明就聰明在這裡 明知自己下風 怎麼搞呢 於是呢 他就在出發之前呢 就跟自己的 就是黨裡面的人呢 就定了一個 吊子 這個吊子是什麼呢 就是 去到重慶之後呢 就要宣傳 共產黨在和平之後的 一個口號 這個口號是什麼呢 就是和平 民主 和團結 這個口號其實呢 是十分之有深遠的意義的 也是他後來 談判時候的一些基礎 所謂和平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不要再打內戰了 就是表面上 民主就是要求 要組織聯合政府 而聯合政府是怎麼樣呢 就是要有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 參與的一個政府 這個就衝著當時來講呢 陸全會的國民大會來講 而第三個呢 團結 團結什麼呢 就是團結當時的民主的力量 所謂民主同盟 就是盟盟 歷史上就是以張蘭 蘭是三點水 那個蘭 就作為領袖的一個民主團體 這個後來就成為了 我們叫做第三勢力的一個基礎 好了 到了重慶之後呢 毛澤東就在任何的場合 都談這三個原則 作為呢 是他那個的口號 大哥 這個背後呢 背後剛才你說的三個口號 就是用來是 鼓掛人心 實際上臨出發之前呢 朱德跟那些部下怎麼說呢 說你們 在駐地 照打得 他們打得越狠呢 我們就越安全 他們不用顧我們安全的 他們不打回我們就不安全 他們打得越過癮呢 我們就越安全 所以你放手去打 放心去打 那你就看到那個策略呢 就是毛澤東經常說的 打打談談 談談打打打 以打就速談 沒錯 這個就是又傾又打 文協說吧 又傾又砌 沒錯 如果我們總結來說 其實呢 當時共產黨用這個手法 用得很好 就以 如果用現在的術語 就是 以打 就作為傾的 籌碼 以這個傾呢 就作為打的理據 這個呢 就是大家呢 就是 又傾又打 這個是十分之 用得很好的 對 當時來過 所以說 就是 朱德琳 林出發先生說 你們不用怕的 我們有我們對新聞媒介 去說 我們那一套 但實際上的地方 你們放手就能打 因為你越打得厲害 他越想我跟他談 所以我越安全 你不用怕我 在這裏被人走 所以 在這個重慶和談裏 其實是在打一場仗 在山西的 上黨之戰 這個上黨之戰呢 就是 國民政府 就是國民黨的軍隊 就是 圍剿 在上黨 就是山西地方的 共產黨的軍隊 結果呢 國民黨的軍隊就輸了 連軍長都被人俘虜了 所以 贏這場仗呢 就是 在這個 談判來講 的一個小插曲 但也都見到 當時來講 大家互相之間 那種的 心態呢 就是 談得來的 就談 一路談 就一路齊 而 在當時蔣介石來講 也都不甘示弱 他呢 也都將那個 1933年 印發給 那些 國軍將領的一本 叫做 趙匪 趙匪手冊 趙匪手冊 就重新再印過 就派給 所有的高級將領 那就是 言下之意 那些高級將領 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 就造成了 重慶和談的一些特點 所以 在重慶和談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 蔣介石就沒有想著 毛澤東會來的 但是一來到之後 第一次見面 毛澤東和蔣介石 第一次談的時候 蔣介石就已經擺出一個很高的姿態 這個高的姿態是什麼呢 就是 和他裡面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個就是什麼呢 共產黨要談的 解放區的合法統治的問題 蔣介石說不能談 不行 所謂合法統治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共產黨就想和國民黨說了 解放區裡面呢 現在有的解放區的共產政權 應該被承認 應該是合法的 那蔣介石一口拒絕 不行 另一方面就是軍隊編制的問題 那蔣介石呢 也都拒絕了 這個呢 共產黨的要求 是將他的軍隊 是取得合法地位的 這個要求 那後來呢 蔣介石呢 就更加開出了條件 就說 你只有 我只是容許你 中共的軍隊 是不超過 十二個C 怎樣計這十二個C出來呢 那其實是有段估的 那這段估呢 我們下一節呢 再跟大家說了 好 好 人間在愛的調流中彷徨 朋友在愛的引導下融洽 愛把淚水抹作歡笑 不是流傳的聲謊 愛在黑騰 黃煙顯出了許家 愛在悲哞 最好我心中彷徨 愛我的土地 愛我的家 愛我的情人 愛我的草 仍愛我青天 朗朗的大張華 人間在愛的交流中彷徨 人間在愛的交流中彷徨 朋友在愛的引導下融洽 愛把淚水抹作歡笑 不是流傳的聲謊 愛在黑騰 愛在黑騰 黃煙顯出了許家 愛在黑騰 為了我心中彷徨 愛我的土地 愛我的家 愛我的情人 愛我的他 更愛我青天 朗朗的大張華 愛我的土地 愛我的家 愛我的情人 愛我的他 更愛我青天 朗朗的大張華 愛我的大張華 愛我的大張華 愛我的天啊 愛我的黑騰 紅藍 别人的孤独才只要更需要他 在风雨中是我用心去 就是我的国家 苦难中怕我独于长大 也是我的国家 国家 国家 我爱的大中华 是孩子每一种国人 永远在今天爱日下 国家 我爱 中国